颈椎骨刺是一种退行性的改变 是随着年龄的变化 颈椎的一种退行性的一种改变 那么呢 我们在临床治疗颈椎病 常用颈刺的方法 或者腿拿的方法 但是说 无论是真刺也否 还是腿拿也好 甚至说 还有其他的治疗颈椎病的方法也好 都很少说能消除骨刺的 那么这里边呢 就需要大家明确一个概念 这颈椎骨刺和颈椎病是两个概念 颈椎骨刺 就是说影像上面 人们的对于骨质的一个 骨刺方面的一个发现 那么临床上 叫不叫颈椎病呢 这要看它是不是引起 临床症状 如果骨刺引起了临床症状 我们叫颈椎病 如果没有引起临床症状 它仅仅是影像发现的骨刺而已 因此呢 当临床坏颈椎病之后 也不一定 或者说呢 根本不必要去追求 要消除骨刺 而是要用一个办法呢 来消除它的临床症状 那么这样的话呢 无论针灸也好 无论腿拿也好 都是治疗颈椎病的有效办法 特别是呢 把针灸和腿拿结合起来 发挥各自的优势 是他们优势互补 治疗颈椎病呢 都有特效的办法 而且呢 没有副作用 不一定 只要追求 消除骨刺 大家呢 也不要听信 说什么样的办法 能消除骨刺 那都是不科学的